新竹一名96岁的老先生 骑医疗代步车疑似贪图方便 逆向行驶被撞不幸身亡 另外在竹北则是有驾驶精神不济 开车自撞分隔岛 再冲撞路旁的车辆导致车子翻覆 索性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老先生骑乘医疗代步车不但逆向行驶 还突然从外线道潜入内线道 下一秒红色轿车闪避不及而撞上 代步车零件四散 高龄96岁的老先生当场不幸身亡 死亡车祸发生在新竹经果路二段 当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安全道 本来有个缺口 导致不少民众为了贪图方便 而逆向穿越车祸频传 没想到前几天才封起缺口 27号就发生这起不幸死亡意外 其实我们这边不是常常有那种逆向的 然后出车祸 同样市惊险一瞬间 29号上午有驾驶行经新竹 竹北光明六路时 突然车子向左偏移撞上分隔岛 随后车子失控撞上路旁车辆 整台车四轮朝天 经警方调查疑似精神不计酿成自状反覆 所信驾驶送医后只有轻伤比无大碍 马路如虎口用户人务必多加留心 记者徐志迁新竹报道